水南鄉有一位新租民韓吉隆虛樂樂 為中國歐南嫁來臺灣這十二年 對著家裡的人道頂進韓吉也進出興趣 已經研發了很多種產品 無論是進財、開發產品 都是堅持自己愛吃、又吃得健康的理念 保持天然的品質 希望讓消費者吃得健康和開心 一大堆韓吉準備要來處理做加工 這位是住在水南一位進韓吉的新租民徐樂樂 因為中國歐南嫁來臺灣今年建立第十二年 對著家裡的人做進韓吉也進出興趣 因為從阿祖開始就已經種地瓜 那公公他們就是希望小孩都在身邊 所以先生他們就後來回來 繼承公公他們種地瓜這個技術 但後來慢慢慢慢做出興趣來 覺得第一就是有可以吃得好吃的地瓜 還有地瓜乾是我以前小時候吃的 很多人喜歡我覺得好有成就感 那另外就是因為做地瓜 我還可以兼顧小孩、兼顧公婆 進韓吉的期間 許得了用了五兩年的時間 來將韓吉做成各種 糾便的產品 包括冰烤地瓜、韓吉瓜、韓吉皮丁丁 普通自己愛吃又吃了健康的理念 產品也都是保持天然的品質 主打是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烤地瓜 冰烤地瓜 它是用57號地瓜下去烤熟之後 再急速冷凍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很多客人喜歡的 無糖地瓜乾 它是用低溫烘乾 差不多烘30個小時 它是非常費時費工 需要差不多兩到三天的時間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環境地瓜片 它是酥酥香香的不會很甜 我比較龜毛就是我不喜歡做太多添加物的 那我喜歡做我自己喜歡吃的 自己比較愛吃的 我覺得對身體有益的 正韓吉也是一種合文 許得了他們的韓吉餐 大家都是年代到美女四月來採收 這期間他們用在我倫正的方式來減少白糖海 我們是地瓜種一季的 那還有現在就是開始種水稻 是倫種 因為地瓜是汗種那個水稻是水種的話 它可以鋼汗輪作 比較可以減少冰蟲汗 所以我們在夏天沒有地瓜採收 我們地瓜就是到年底到隔年的四月左右 烏冬要殘留 我們是用蔬菜肥 然後低級肥是用那個雞糞 它成本會比較高 但是它相對來的比較安全一些 最難最最出名的就是韓吉 小小一隻的韓吉要有大大世界 相信在韓吉都提供一下 將會越來越地獄 記者聽貴族藏不得 好 好